台湾奋离滞销的消息 创遍了大家南北 神州百姓纷纷以吃瓜的姿态 插科打混编断制 气氛毫不热闹 而在这些调侃的背后 不得不令人思考一个沉重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的两岸关系到底怎么了 众所周知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 靠着地表最强的制造能力 在贸易中往往是输出商品 和处于顺差的那一番 哪怕强弩美国去年特朗普拿出了浑身解数 围追堵截 核重连横 迷离案例的各种使坏 大打贸易战也没有扭转巨大的对华贸易理查 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0年中美两国贸易额约为5867亿美元 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约为4518亿美元 至美国进口约为1349亿美元 贸易顺差高达3000多亿美元 然而在这世界上却有一个令中国 稳定产生贸易逆差的地方 不是什么世界强国 也不是中国自己的台湾省 在台湾出口总额中 出口到大陆的占比参念在40%以上 2020年台湾从大陆进口601亿美元 对大陆出口总额达到2006亿美元 较2019年大幅增长16% 大陆对台贸易逆差1405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大陆成了台湾最大的顺差来源地 闭着眼睛来钱 财员滚滚不断 这可能是经济问题 也可能是政治问题 从构成上看 大陆从台湾进口的商品中 机电产品占了一多半 这方面台湾确实有累积优势 而其他的初级工业品和农副产品 竟然也占到了将近一半的额度 这不仅烂了设想 除了经济优势外 是不是可能是会台政策造成的 2010年大陆与台湾签订的ECFA协议 其中有一个找收清单 这是指缔约双方在迈向自由贸易的进程中 向对方提供的片面最惠国待遇 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能享有 但是这组关系中并不平等 大陆对台开放了521项 几乎是台湾对大陆开放的两倍 在找收清单中为了照顾台湾农民 大陆完全排除农产品舒坦 由于要鼓励台湾农产品销往大陆 通关警役走的是绿色通道 如果警役报告来不及附上 还可以先通关再步 大陆当事承诺 三年内将台湾18种农鱼产品的关税降到零 这其实算不是新鲜事 经过早在2007年 大陆就对台湾的11种蔬菜 实施零关税政策 这些都是最犀牲平常的蔬菜 属于随便刨块地就能够种出来的物种 哪怕是菠萝这种热带水果 满东一年70万吨的产量 也足够供应全国 一般来说 优势互补才需要贸易互通有物 可是不难看出大陆会台的大部分品类 根本就是大陆完全能够自给自主的 对台湾商品本无需求 这种贸易本质上并不合乎市场规律 当然我们也大方承认 区据就是为了解决台湾农民蔬菜滞销问题 话说哪里的农民没有点滞销问题呢 当时蔡英文知道这件事后都大吃一惊 甚至不敢相信质疑这墙其中有阴谋 为什么大陆要烂临那么多 其中的背景成因 以及大陆对台湾的期待是什么 政府都应该说明清楚 在国民党执政时期 大陆会台的目的其实简单而纯粹 那就是通过对台方输送魂力 借此来打压台独势力 后来的事情有目共睹 国民党拉尼服务上墙 被绿营全追猛党 一路丢亏企业家 最后失去了执政地位 面临着被扫进历史拉锡堆的命运 到了民进党上台后 大陆的这边决心痛定思痛 不再向台湾官方取道输送魂力 而是变成直接汇集台帮 2018年 美国对华贸易战正准备开打 公兰的忏读的蔡英文已经干了两年 国台办依然坚定不移的 发布了31条汇台措施 要知道 收益的享受同等待遇 大陆大部分企业是拿不到的 辛辛苦苦办实业 搞不好最后还要亏本 而台湾随便的来两个混着 注册一家乱七八糟的公司 就能够在地方政府 骗个几百万的扶持至今 说是同等待遇 其实就是超国民待遇 不管啥事 你先来 你先爽 你先享受 等你们舒坦了 再说别的 就这样 地方政府还争先恐后的 力争先进 可能觉得31条力度还不够大 到2019年 国台办再推出了 对台26条措施 继续将台湾奋为上宾 刚发布 台湾陆委会就书面回应 说这些措施 是去年31条的延伸扩大 名为会台实则立终 更是附带了进行一国两制的政治操作 是北京当局对台政军施压 威胁逼迫台湾接受一国两制主张的两面手法 不管是31项也好 26项也罢 从过去的实证检验 其所宣称的效益有限 并未为台湾人民带来真正实意 只是成为了分化台湾社会 捞乱台湾人心 干预台湾民主选举进行的政治手段 一边收钱一边骂你 你还热怜的贴着冷屁股 突然想起了管为流传的那句话 某种生物常常觉得 因为自己只要够努力 就会应有尽有 实际到最后 只能是一无所有 台湾进大陆是长驱直路 大陆进台湾却如登天 爱奇艺因为独家多部电视剧分明台湾 2019年流量破17亿 日活跃任何200多万 结果台湾单局说关就关 淘宝台湾因为被判 是入支 不仅被罚款 同样也被下架 这就是蔡英文立推的新南向政策 鼓励台湾人到东南亚 澳洲 以及印度去投资 和大陆果断切割 很难想象 大陆已经成了台湾最痛恨的敌人 其实 同一是迟早的事 更应该担忧的是 这种柜台行为 给未来可能埋下的硬化 香港已经回归20余年了 现在问题有多严重 大家都看下眼里 我们要汲取 教训有太多太多 有朝一律 玩尸南下 金欧无缺 我们要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台湾呢 是人民子弟兵 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还是身上挂材 依然是相信真心 或真情 然后继续的变本加厉的会谈 无论说恩威并施 一味的施恩是不够的 有深威才有德化 不妨看看 我们的政策实施的这些年 对面是怎样回馈我们的 善良的人 最后可能不仅不会得到重伤 反而是无数恶意的重伤 我们的会台政策 是在不断的实践 学习中不断的变化 早年间的会台政策 主要是为了吸引台支进大陆 所以政策往往向台商群体清醒 可是资本难有什么家国大义 台商群体大多只愿意耗羊毛 却不愿意帮助大陆提升 在台的政治影响力 这就形成了一种 矜持政治的尴尬状态 一些台湾山人 明星端起饭来 饭下瓦 骂娘的形象 让我们印象深刻 我们直接地看一下 2020年台湾大选的投票结果 深蓝变潜蓝 潜蓝变潜褂 潜褂变神褂 特别是台湾年轻人的选票 从2016年大选就开始加速的 从蓝银流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政策没落实 还是这些台胞都是白眼蓝 在相当一部分台湾的年轻人眼中 我们的会台政策 现在已经和统战化了灯号 好心好意的政策 在媒体和晚军的发酵下 搞得跟政治圈套一样 反而成阴谋了 在这种舆论形势下 逆统战成为了当内的乐趣 如果我们无法掌握台湾的舆论阵地 让台湾人认清自己的立场 那么再好的政策在台湾媒体那里 也都给你说成是驴肝肺 没有舆论的支持 单靠会台政策一条腿走路 想要让两岸实现和平统一 恐怕是不现实的 古话讲先礼后兵 这里送了不少了 如果一直是这么送 也不领情 兵还会怨吗 有酒精真 有酒精真 也不领情